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据彭博社12日报道 受美国制裁 中国芯片产业导致销售下滑影响 美国半导铁行业巨头英特尔计划大规模裁员 以削减成本和应对步履维艰的个人电脑业务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英特尔计划在10月27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的同时 宣布裁员决定 设计部门包括销售市场营销等 财源比例约占总人数的20% 截至今年7月 这家芯片制造公司共有11.37万名员工 据了解 英特尔上一次大规模财源发生在2016年 当时削减约1.2万个工作岗位 目前 英特尔正面临个人电脑处理器需求急剧下降的困境 同时还在与美国AMD半导体公司等对手竞争芯片市场份额 今年7月 英特尔财务部门警告称 2022年销售额将比此前预期低110亿美元左右 分析师预计该公司第三季度收入将下降约15% 彭博社智库分析师马尔蒂普辛格表示 英特尔此次裁员有望降低10%至15%的固定成本 为公司节约250亿至300亿美元 彭博社称英特尔失去长期来的技术优势 其高管也承认公司的创新文化近年来枯萎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英特尔个人电脑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部门拖累公司营售 全球知名IT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销量较去年统期下滑15% 调研机构Canalys近日发布的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报告显示 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19% 台式及出货量同比下降11% 另一家研究公司Gartner的数据也显示 第三季度全球出货量较上年统期下降19.5% 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降幅 处于上游的芯片厂商自然已受前连 近几年英特尔一直试图通过发布新的个人电脑处理器和显卡芯片 来重新占领市场 彭博社认为英特尔现在正寻求通过精简公司来实现目标 彭博社称 除了全球需求疲软 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给芯片行业发展蒙上阴影 尤其是美国拜登政府此前宣布的对换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 反噬美国科技企业 让半导体制造商的销售承压 新限制措施发布当天英特尔股价下跌5.4% 今年英特尔股价下跌已超过50% 仅9月就暴跌20% 感谢您的观看